哈喽小伙伴们 欢迎回来A代谢维频道 今天呢是2021年的第一支新的视频 所以今天呢就打算跟大家去盘点一下 过去那一整年之中 我最爱用那些护物品 我的年度护肤爱用榜单 我今天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发烧 然后我的牙疼 就我本身牙里边是有蛀牙的嘛 牙有点疼 它有点过分 所以我整个人状态比较的晕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然后我不知道过去这一整年 你们自己过的怎么样 反正过去这一整年对于我来说 还是挑战比舒适更加多一点 我在尝试各种的挑出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这一整年也是比较的焦虑的 工作上面的事业上面的话 压力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不管过去一整年 大家都是快乐比较多 还是困难比较多 它都已经翻篇了 它是我们人生历程中 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心态 更加好的一个姿态 去迎接新的一年 我希望新的一年生活能对我所有在看我视频 包括所有的小伙伴都能温柔一点 让我们2021年能够更加的顺利 事事如意一点 OK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来盘点一下我今年最爱的用的那些护肤品 水洗类型的面膜 我今年有挑选出了三个作为我的年度爱用 那这三个功效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也不是非常的出途 首先先说这种清洁类型的水洗面膜 今年我其实护肤理念 跟前几年发生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尤其是体现在如何去挑选 清洁类型的这种清洁面膜 像前两年的话 我是更加追求那种极致的效果 极致的功效的 尤其是希望这种清洁面膜 既然用的话 它就希望把我的毛孔中 每一个多余的油脂 每一个脏东西全部过排出去 但是长期使用下来 我才发现那种类型的面膜 它对皮肤的伤害是远远大于它的功效的 它的代表就比如说 这种丝拉面膜 确实长期用的话 对我们皮肤屏障并不是非常的好 再来就是这种超级倒拔干 倒稀泥皮肤水分的这种山泥面膜 所以挑来选去的话 最终我挑选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这个品牌 它们家的这个净化排毒面膜 作为我今年的年度爱用 那我推荐它的理由呢 我觉得首先它非常的日常 很温和 而且它确实是一个懒人神器 它不光可以帮助我们 清除我们皮肤这种多余的油脂啊 还有就是清除多余的脏东西 同时给我们去补充水分 你像平时尤其是现在嘛 就比如说我拍摄完视频的时候 我很想去清洁一下我的深度 清洁一下我的毛孔的时候 我要是单独用一个单链的那种清洁面膜 我后续还需要去跟一个这种贴片的补水面膜 我觉得特别的麻烦 而且有时候真的超级困的时候 就懒得去护肤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它 你就后续不需要再跟任何的这种贴片模模了 它当时的那种及时效果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缩毛孔在我脸上是比较的明显的 而且整个即时那种皮肤的水水嫩嫩的 完全不拔干 而且也不紧绷 我是超级的喜欢的 而且这一款它真的超级温和 温和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讲 我前一段时间不是打那个水光针吗 水光针过那几天还在恢复时期 然后就去手剑用了一下它 我本以为我会过敏 结果用完它完全不刺痛 完全没有敏感 反而给人感觉超级的舒服 那它呢是一个这种氨基酸的泡泡面膜 你看它打在手上呢 是这种乳液状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跟我们的皮肤 去完全涂满整个皮肤 让面膜充分的跟空气接触后 它就会自动的产出这种泡泡 它的味道是那种杏仁的味道 成分上面里边有添加了 抗氧化的维生素E 还有添加了提亮肤色的维生素C 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款冰白面膜 它在我频道出现的频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找的一个替代品 它也算严格意义上这种清洁类型的面膜 但这两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像这个冰白面膜 我更多是把它做成一个周清洁类型的面膜 比如说我周六日的时候 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让我皮肤去休息一下 深层的去用一下这款面膜去清洁一下 然后再去深层的去用一些仪器去补水一下 我就会用这个 像这个呢更多的是像一些日常的保养品 哪怕我隔个三四天 我再接着用它都不会觉得到拔干 依然是非常的水润温和的 首先这一款面膜 它在功效上面的话 更多的上面我觉得它是在美白效果是非常的出色的 就是你把它撕下来之后你整个面膜呢是比较的 就是亮白的 非常的有光泽感 而且收缩毛孔也非常的优秀 就是感觉像鸡蛋剥了鸡蛋壳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它的使用上面的话有点小麻烦 像它这个黑带子里面是一个冻干粉 然后这个白色的小瓶子里面呢是它的精华液 你就需要有这么一个小碗 你把冻干粉跟精华液和在一起 搅拌均匀之后再上连 上连等个15分钟25分钟再把它接下来就OK 那成分上面的话 它更多的是一些抗敏舒缓抗菌 而且还有一点小控油的一个成分 第三个呢就是凡尔曼他们家的幸福面膜 我把它定义成这种抗衰老级别的急救类型的面膜 这一款面膜它的整个这个质地呢 是油脂含量比较高一点的乳霜质地 含油脂成分 我觉得油性皮肤也是很能接受的 我身边的油性肌肤的小伙伴也非常喜欢它 而且油性肌肤的小伙伴 很多一些人会把它当成这种免洗过夜类型的面膜 我自己是干皮吗 干皮我觉得是不行的 干皮差不多等个半小时 它完全干透在你皮肤上面 就会有一点倒拔干那种感觉 那功效上面的话 我最佳满意它的点呢 首先它的去壁口跟去痘痘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比如说你这两天需要去化妆 或者紧急见一些比较重要的人 或者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 但是你又长得特别大颗 哪怕是那种超级红的那种痘痘 你用它吧 第二天就能帮你去削掉一大半 连续用个两三天之后 你就发现你的痘痘就已经削得差不多了 壁口上面也是很优秀的 然后再其次呢 我觉得这么贵的一个价位 这种类型的面膜 它真的是长期用的话 对我们皮肤的这个抗老化啊 抗氧化啊 抗衰老上面还是比较的优秀的 然后香味呢 整个这种感觉呢 整个肤感呢 也是非常的高级的 防晒霜今年最爱用的 就是Supergope他们家的防晒 防晒这个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把它当成护肤品去日常 一定要去每天涂它 哪怕你就是室内对着电脑 或者是室外大阴天都切记 一定要去涂 因为如果你要是想要时间追赶 你卖一点 想让自己比同龄人稍微的老的卖一点 它绝对是秘密武器 那防晒霜上面的话 这一款是非常的颠覆 我对普通防晒霜的一个认知 首先呢 它的销量确实是在北美这边 一直是斯芙兰榜单的第一名 我当时也是看到它那个榜单下单 我就心想 嘿呀 肯定是比较适合 欧美人并不太适合我们亚洲人 结果用下来 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的优秀的 首先呢 推荐的理由 我觉得它是一个懒人神器 因为它是一个防晒加隔离霜 二合一的 就是你用完它之后 就不再需要去涂任何的妆前隔离乳了 而且其实它的妆前隔离效果 我觉得是很优秀的 有一点点像贝林飞的反恐精英 你把它涂上之后 你整个毛孔隐形超级的棒 让你的后续的妆不太打架 而且后续的妆 整个妆感是非常的轻薄 轻透的那种感觉 让你整个粉底液的那种效果 发挥的更加的极致一点 像我有的时候经常是完全纯素颜出门 然后涂一个防晒霜 就整个脸就油光满面的 特别的尴尬 像这个就是涂上之后 纯亚光的 就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尴尬 它的防晒指数呢 是一个40倍的 它是一个纯化学防晒 但是我觉得它整个这个成分啊 做的也是比较的安全的 不管是敏感肌啊 还是孕妇肌 都是可以去用它的 它也非常的好 推开不黏腻 防水防汗还防蓝光 所以户外包括日常通勤 都是够用了 所以这一款的话 如果要是想入防晒霜的宝宝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纯补水类型的呢 我今年也挑了一个比较贵价的 还挑了一个比较平价的 贵价的呢 是来自修理可的B5精华 这个我已经在我频道说过很多次了 首先呢 它的这个包装设计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比较的卫生一点 你看它是这种低管式的 每次差不多你这么一管 就是够用意正张脸了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精华的流动性啊 非常的好 吸收也很快很水润 是一个无色无味的 像它呢 我就是用在我的平时的这个护肤水之前 那它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确实实在是太贵了 这一款差不多就是将近小1000人民币 但是它用的很快 平时的时候 我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小罐嘛 我用一个半月就已经干了 那如果你要是嫌这个实在是太费太贵的话 又是一个单纯补水的效果的话 那我更加推荐大家去用这一款来自爱尔博士的玻尿酸凝胶 首先实话讲 这款凝胶确实是品牌很早之前送给我的 差不多有一年吧 它当时送给我很大一套他们家的产品 但这一次把它放在我的爱用里面 年度爱用绝对是没有任何合作的 没有任何收他们的推广费 单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绝对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值得很多人去更多人去知道它去用它 它跟它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上面的话 这一款是很有优势的 一两百块钱就可以用到跟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一些产品 首先呢今年的这种纯玻尿酸的精华呢 我差不多有用了三个 我还用了一个这个 那我觉得这款安瓶呢 不推荐的理由是因为它跟凝胶比起来的话 它的包装实在是太鸡肋了 我每次需要把它掰开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把它精华倒在我的手上面 我就会发现你去揉搓你手上的精华里面 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安瓶上面的碎的玻璃茶子 就是不是特别的安全 再其次呢就是这一款跟爱尔博士相比 功效上面它差太多了 单一个补水跟它没有办法去比 功效上面的话它就是急救补水 像上妆卡粉啊 或者你皮肤非常的干的那种紧绷感啊 表的刺痛啊 敏感啊晒后皮肤发红用它立马就镇定改善了 成分上面的话它有添加五种不同大小分子的玻璃酸 能够更加立体的帮我们去急救补水 还有添加了积血草脆干粉啊 全方位帮我们去修复皮肤受损 质地呢就是这种轻盈褶褶质地 然后味道呢也是比较舒心的纯茉莉花的一个味道 它由于是褶褶质地 其实平时我更多是把它当成一个这种乳液以及面膜去用它 唇部保养产品呢 今年推荐的也是来自他们家的一个薄荷唇部精华 其实我今年还挺纠结的 到底要推荐大家这个兰卫尔他们家的唇蜜 还是要推荐这个 因为其实这两个都还挺优秀的 但是综合比较下来 如果要是你只入一款唇部保养型的产品 那我更加推荐这一款 首先呢兰卫尔的唇蜜也很优秀 使用感啊方方面面都是很优秀的 但是唇蜜跟唇膏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即时效果的 你涂在当下的话会感觉 哎呀你的这个死皮有舒缓 你的干裂有舒缓 你的竹肉疼不是像以前那么痛了 但是你把它擦掉 或者等一会之后 你的这个皮肤肌肤嘴唇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改善的 还是非常非常的干的 而且像很多一些这种唇蜜以及唇膏 确实它的油脂是完全抵达不到我们这个嘴唇最深部的 它就是浮在我们这个嘴唇表层的一层油膜 如果你要是想从根本上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话 你还是得去用它 它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修复的一个作用 而且其实我的这个唇部问题 你们真的是都可以有目共睹 每次发视频很多一些小伙伴都说弹幕让我去用一些唇部产品 然后用完这一款真的是比我之前要好非常非常的多了 尤其是我冬天特别爱涂哑光的那种口红 你涂哑光口红之前呢 巨干巨干 你用完它 然后涂个五分钟之后再把它擦掉 你唇部的这个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的 偶尔的时候特别干的时候 我也会拿它去叠加我的口红去用它 因为它涂上之后是那种纯哑光的一个光泽感 所以其实并不会影响你口红本身的光泽感 但如果你要是还是特别的干的话 我经常拿它去后涂去做唇膜 后涂一整晚你会发现第二天你的死皮啊 包括你的唇牙都有所改善 而且它也不会粘腻 也不会去粘枕头 喝水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去过分粘杯 综合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我迄今为止用过最佳优秀的一个唇部产品 大家可以去直接遍去入它 卸妆类型 第一个就是眼唇卸妆液 今年最爱用的是两款 一个是曼丹 还有一个就是我手上拿的香达尔的这款眼唇卸妆液 曼丹那个我给丢了 所以就跟大家去上个图吧 然后这两款我觉得在我这儿就是完全不相上下的 如果你比较的在意价格 你就心想我就是要用稍微贵一点的品质一点的东西的话 香达尔是OK 如果你要是觉得两个东西是一样的话 那我更加追求性价比的话 曼丹那一款绝对是不输香达尔的 首先这两个最佳优秀的点呢 是它们是无类的 就是你哪怕这个卸妆液进到你的眼睛里边 就是完全不会流泪 完全不刺激 而且它们卸的太干净了 它的这个干净程度就是远远高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后期呢我又换了胶韵湿的 又换了蓝扣了 然后跟这个一个对比之后 我就发现最佳优秀的还是这两款 就是每一个睫毛底下 睫毛根部的那些小的彩妆 都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的 面部卸妆 我今年最爱用的呢 绝对是香达尔他们家的面部卸妆油 这个我应该用空瓶了很多很多瓶了 不管是干皮还是油性皮肤 我觉得都是很OK的 卸的非常的干净嘛 很省事 它其实跟植村秀的那个卸妆油非常的相像 但是它比植村秀那个更加的要轻薄一点 如果植村秀你有一点点容易焖豆 你去用这个吧 绝对是不太去焖豆的 它是完全油状的嘛 然后味道也是有一点点山茶花的一个味道 然后几个三丝泵 把你的这个脸上面的彩妆全部给你中和掉了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养肤成分是更加的多一点的 反正中和下来的话 这款我觉得是既比这种卸妆水 要更加的对敏感肌有好一点 不太容易去让你的角质层越来越薄 又不会像卸妆膏啊 或者是卸妆乳状那么的麻烦 然后你后续也不需要去乳化它 直接卸完 然后拿水一洗就OK了 洗面奶这类型呢 我有特意挑出来两个 一个是这种氨基酸的 还有一个是造肌类型 带颗精致的氨基酸洁面 它是一个纯氨基酸类型的 我用过所有的这种氨基酸洁面乳 确实通病就是感觉啊 你如果要是化大浓妆之后 你还是会有点彩妆彩晕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一款超级的优秀在洗干净这一款 而且它确实结合了整个氨基酸的这种洗面奶的优点 又不挖干又水润又软嫩你的整个皮肤 而且早上起来用它也不会觉得用力过猛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整个质地呢 就是一个这种褶梨流动性非常强的一个褶梨质地 水水润润的 而且它的出泡特别的绵密 然后这一款还有一个小缺点呢 就是它有一点点的辣眼睛 我们洗的时候尽量要避免眼皱 不要让它系到你的眼睛里面 觉得它就是一个二合一 如果你要是懒得既买氨金酸又买这种造肌 直接买这一瓶就可以去搞定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兰梅尔他们家的造肌洁面 这一款是我用过所有造肌类型中最温和的一款洁面乳 它用完之后也依然是那种水水润润的 但是相比刚才那个 它更多是一些干爽感 但是在造肌之中属于非常的优秀的 而且不管是我皮肤比较敏感啊 还是最近红血色特别严重的时候 你用它都不会觉得哇刺痛那种干的那种感觉 这款它在存水量上面我觉得是比较优秀的 整个它的肤感也是做得非常的温和的 是兰梅尔他们家为数不多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护肤水跟这个精华我想放在一起说 因为其实这两个都是属于这种抗老级别的产品 如果你要是24岁往下比较年轻的话 这两个产品真的是不太适合你 如果你要是想出击抗衰老 或者是维持你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产品还是比较优秀的 首先呢就是海兰之谜的这个系列的水 这个系列的水我觉得只适合秋冬这个季节去用 干皮或者是偏油一点点的这种中性肌肤也是很OK 但是如果你要是大油皮的话就可以去放弃了 它就是水加油都给你添 水加油分都给你添加在这个里边了 我用上它整个皮肤状态是非常的稳定的 又不长痘 然后让我整个妆也不至于那么的卡粉后续 又不太容易去拔干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精华上面我更加推荐大家入的 依然是La Perry他们家的蓝鱼紫 如果你要是想要抗衰的产品的话 我真的非常推荐La Perry他们家的产品 尤其是这个就是当家中的当家 虽然它不是他们家最贵的家那个系列 但是确实是我用La Perry他们家整个全线产品中 最佳喜欢的一个 因为它的提拉效果以及及时收毛孔 紧致毛孔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但是La Perry他们家的产品呢 确实是高香精高防腐剂 如果要是敏感肌肤或者是孕妇的话 也不是很推荐大家去入 综合下来的话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试一下 我这两个产品依然是一直会常年无限回购 OK差不多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一整期的视频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状态还挺懵的 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后来说了说了之后就感觉好像我的稍微有点下一点 现在整个状态还是稍微的比较的精神一点 然后我们就下期见吧 以后呢也会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剩下的一些东西 拜拜